哈! 柔衣骑士姐姐! 嗯! 呀! 那个家伙一定很坏 柔衣骑士姐姐也要小心她哦 虽然还没见到她 但可莉一定会保护好嘟嘟可 不让嘟嘟可被她抢走 哪怕她是嘟嘟可的 嘟嘟可的 爷爷哥哥之类的 不管她是嘟嘟可的什么人 可莉都不会认输 可莉很喜欢这里 小沙滩 大海 还有巴巴拉姐姐给的雨球 还有各种奇妙的东西 而且大家都在这里 超级热闹 可莉很开心 其实可莉有点害怕 万一可莉失败的话 嘟嘟可就会离开可莉 荣誉骑士姐姐 你会保护嘟嘟可吗 真的吗 有你在可莉和嘟嘟可就安全了 谢谢你 可莉还有些不明白 但大家都来了 阿贝多哥哥哥和雷泽也来了 真好呀 能玩的游戏也变多了 可莉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感觉 好 想炸鱼的时候 记得来找可莉啊 夜晚的海面真漂亮 好啊 旅行者 你想聊些什么 工作的话 有丽莎在就没问题 她认真起来 比谁都尽责尽力 不过 这次给她添了不少麻烦 我总有些过意不去 果然还是应该送些礼物给她 幸好 丽莎的喜好 我还是很了解的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岛屿 这一带给我的感觉十分奇特 明明存在着未知与危险 却因为神秘 而显得美丽 那是种难以言说的魔力 来到这里以后 我逐渐理解那些 追求未知之地的冒险家们了 旅行者 你也是冒险家 一定能明白此刻我的心情吧 当然了 无论如何 都请注意安全 其实 我刚刚发现 我好像有些 缺乏娱乐精神 抱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旅行者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这个人 是不是太严肃了 所以大家才会希望我多休息 多放松吧 实在是非常抱歉 我 我这样的性格 也能被称为可爱吗 谢谢你总是用温柔的话安慰我 旅行者 不管怎么说 大家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努力调整自己 确实没想到 大家都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这样想是否正确 但 我觉得可力会很开心 她喜欢热闹 乐意与人交往 玩乐的事就交给她了 我来负责大家的安全 啊 情色真美啊 但愿每个人都能在大海的陪伴下 寻得快乐与平静 好的 晚安 哦 来得刚好 旅行者 刚刚可力邀请我一起去抓蜥蜴 你有兴趣吗 好啊 把握抓蜥蜴前的珍贵时间 让我猜猜 你是不是在想 凯亚又趁机偷懒了 哎呀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来这里 当然是有特别的意义了 一般来说 我会负责各种事件的收尾工作 不过 这一次情况特殊 你看 不光是代理团长在这里 就连骑士团前任骑兵队长也在这里 自然不需要我出手 看来 我也应该珍惜美好时光 尽情享受夏天啊 很漂亮的地方对吧 面对好的景色 应该拿出与之相符的表情 听着海浪声 安静地回忆过去 也是件不错的事 我 现在有个想法 人要是能逆向生长该多好 突然变回小孩子 一下就从成年人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 像可力一样 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难道你不向往吗 怎么了 很在意迪鲁克的臭脸吗 这些年他一直都是那副模样 各种情绪都内敛了不少 所以啊 表情也总是那样 你当他是个大孩子就行 从我的角度来说 人要是能一直保持年轻 未尝不是件好事 怎么会呢 我可没有骂他 成年人也好 小孩子也罢 这座岛上全是让人操心的家伙呢 要走了吗 那就先完了 终于骑士 来得正好 要一起欣赏海景吗 好啊好啊 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吗 你或许听说过 我们蒙德城有个传统节日 叫做羽球节 每到节日 人们就会投掷色彩绚丽的羽球 以这种仪式来传递喜悦 并纪念风神 是个老上嫌疑的节日哦 可莉很喜欢羽球节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 我就做了特制羽球给她 希望可莉能开心起来 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我一看见她开心的样子 也会忍不住笑哦 虽然姐姐经常叫大家保持警惕 但对我来说 这座海岛还挺有趣的呢 夏天能看见星星的夜晚 像这样坐在沙滩上 随着海浪的起伏哼歌 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事哦 而且你也在这里 总觉得这个夏天变得特别了起来 我妈 我 我其实 其实 你要听实话吗 其实 我既担心大家的安全 也想趁机和大家一起出远门 才跟来海岛的 你 你不会笑话我吧 毕竟作为祈礼牧师 我也不应该太贪玩才是 啊 那就好 没想到那几位野刀海岛来了 气氛一下湖不好多呢 我想借着这次机会 拉近与大家的关系 特别是 跟姐姐 可能是性格原因 她总是非常繁忙 一个人背负许多事 我希望 她能自由一些 快乐一些 至少我在的时候 能让她高兴起来 是不是该给她唱首歌呢 嗯 嗯 待会儿见 啊 是你 嗯 要吃鱼吗 我不太会 但 陪你 气味 很强烈 在天上 就能闻到 所以 我下来 这里有 咸味 还有 树叶 草 果子 你的味道 好闻 水 太多了 左边 右边 全是 不过 我喜欢游泳 我 担心 来看看 嗯 现在 肚子很饿 想吃鱼 还有 肉 嗯 今天 来找你们 你们没事 就好了 不要有事 我会 害怕 我 保护大家 嗯 嗯 好 嗯 是你啊 来这里散步吗 可以 选话题就交给你了 我做过各式各样的研究 但像这样骑着龙 从蒙德飞到海岛 确实是第一次 不错的体验 人在空中时 由于四周风力太强 说话必须竭尽全力 难得大声跟别人交流 虽然话题我不怎么感兴趣 但方式很有趣 算得上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这片群岛情况十分特殊 就像是一片封闭的秘境 只在特定时间开放 即便如此 岛上却还是有人类存在过的痕迹 此外 这里也有着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 自从来到这里 我就一直在思考 生命的极限是什么 无论多孤独的地方 都会存在生命吗 我 我在这里很好 谢谢你的关心 倒是你在这里感觉如何 嗯 那就好 这里有许多值得移画的景色 如果你想看 我可以带你去 今天的事 好像没什么特别吧 嗯 你是指 我一个人先离开之类的事吗 那只是个人选择罢了 别在意 我有时会喜欢一个人待着 与人交流是件费神的事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聊天对象 我应该会选你 你是聪明人 我喜欢和聪明的人对话 嗯 晚安 这么晚一个人在海边闲逛 看起来有些寂寞呀 好啊 我从一开始 就对那封信之怀疑太多 但慎重其见 我找其他人打听了一番 果然 收信人不止我一个 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对方的目的 尚未浮出水面 我来海岛 就是想查清这一天 有我在 你可以放心 这里风景居然不错 晚上走在海边 会产生自己正在度假的错觉 难道这也是对方 用来麻痹我们的手段 我 我的事好像不值得讨论 相比起来 我还比较担心你的状况 如何 对海岛生活还习惯吗 如果你需要帮助 随时找我 有任何线索 也记得及时联系我 说起来 刚刚可离让我帮他抓几条鱼 你愿意的话 就一起来吧 今天 哦 你是说那件事啊 无趣的事 不值得你多留意 凯亚那家伙 哼 我看他兴致很高啊 都那么多年了 居然还像小时候一样 喜欢夏天 晚安 早点休息